Hello 大家好 我是Anna 今天继续讲故事 我们用这本英文书的故事 用广东话讲一下 因为这本书的故事很特别 是关于这个小朋友妹妹的故事 这个英文就说 Talking is not my thing 好像说说话与我无关 他掩住嘴 为什么他不说话呢 我们看看 原来这个故事是关于小朋友 一个不说话的自闭症的小朋友 就是他妹妹 我们看看故事是说什么 这本书就是说 这个小朋友 叫他做妹妹 妹妹呢 他就说 他就在这儿想 因为妹妹呢 他是不说话的 他有自闭症 这个是他的哥哥 哥哥呢 他就说 他就说 我不说话 但是我哥哥呢 就说很多东西的 因为呢 说话呢 对他来说 是很容易的事 而已 那么 一天呢 我哥哥呢 就走过来 就跟我说 我在这儿玩 跟我最喜欢的 Bunny 一齐 兔仔一齐 喝下午茶 那我哥哥就走过来 就跟我说 他说 妹妹 快点进来 入屋啦 是吃晚饭的时候啦 那呢 唉 那我一边跟哥哥入屋 一边就想 如果今天呢 是吃Spagatti就好了 就是吃意粉就好了 是吧 那哥哥呢 就 我在这儿想 哥哥呢 就跟我说 他说 我想呢 我们今晚呢 是吃意粉 妹妹 你最喜欢的了 哇 真是好 哥哥知道我在想什么 有时候呢 那有时候呢 我呢 都很想呢 好像哥哥那样呢 啊 用把口来说话 和哥哥一起聊天啊 说话的 你看看 我都已经 张开个嘴 想说话的啦 我很想说话的 但是呢 我 咿咿咿咿咿咿 但是我都说不出 我想说话的 但是你看我哥哥 他是不是 好 很有耐性的 听我 看看 我想说 表达什么呢 那我们吃 晚餐的时候呢 即是吃晚餐的时候呢 我觉得呢 周围呢 很多声音啊 真的 令到我 很不舒服啊 你看看 那我就在想 哎呀 如果我的耳朵呢 可以好像 灯键那样 可以 开和关的呢 我就会关了我耳朵 就不用听那么多 这些 噪音了 嗯 那哥哥呢 嗯 看到我这样呢 他就跟我说 他就跟我说 妹妹 不如我们 去 去啊 妈妈那里 和他一起看电视啊 这样啦 这样呢 我就 离开这个餐厅 吵集的餐厅啦 那我就 跟着哥哥呢 就去和妈妈一起 看电视啊 因为呢 我呢 虽然不说话 但是我很想 和大家一起的嘛 噢 那 我们三个看电视 那 看到电视里面呢 有人用一个水壶淋水啊 淋一些花啊 对吧 令到我想起呢 哎呀 我摸一下肚子 哇 看到淋水 我觉得嗯 我好像需要 啊 去洗手间 那样的 哎呀 但是呢 怎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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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跟哥哥说呢 怎样跟妈妈说呢 那我就找我的 那些 那些 对话卡 啊 什么是对话卡啊 一会儿你就知道了 那妈妈呢 很细心啊 她见到我 好像得 嗯 扶着肚子 好像得想去 去厕所啦 去洗手间啦 那她就问我啦 你是不是需要去洗手间啊 去PP啊 啊 啊 我终于找到我这张 嗯 对话卡啦 就是这张啦 那我就拿给她看啦 有个厕所 画在那里 对吗 那就说 是 意思就是跟妈妈说 是啊 我想去厕所啊 那然后妈妈呢 就带我去厕所啦 哇 我PP完之后呢 就觉得很舒服啊 多谢妈妈 那有时候呢 我真的很需要别人帮我 如果我需要帮的时候 妈妈真的好了 她知道我什么时候需要帮 那这一天呢 那这一天呢 我就跟哥哥呢 一起玩个游戏哦 是一个guessing game 就是呢 我画画 等哥哥猜猜我画什么 你看看 这样画 这样画 那我就问哥哥 你看看我画了什么 哦 哥哥一看呢 就知道了 他就说 哦 是一个 紫色的乌龟仔 啊 哥哥呢 就最厉害 猜中 我想表达什么的了 好 那而且呢 我都很喜欢看书的哦 那我就 选一本书 给哥哥 读给我听 那哥哥呢 就读书给我听 读完之后呢 那我就觉得 哇 应该是时候睡觉了哦 那我就指下个钟啦 在墙上的钟 就说给哥哥知道 是时候睡觉了 那我没有说话 我只指下个钟呢 我哥哥就已经知道了 他就说 嗯 是呀 是时候去睡觉了 我们去拆了牙先啦 那我和哥哥呢 两个呢 就去拆牙哦 对吧 哇 哇 你看看 这个就是我的牙刷啦 是一个恐龙牙刷 很容易就 找到的了 因为我的牙刷是很特别的 哥哥没有用恐龙牙刷 是我用恐龙牙刷 所以我一看就知道 这个是我的牙刷了 那我和哥哥呢 就拆一齐拆牙啦 向上拆 向下拆 不可放任胡乱拆 保持棚牙上健康 起床嵩分应该拆 我和哥哥拆牙 和最喜欢听 唱这首歌的了 那我们拆完牙之后呢 我就进我的房子 准备睡觉啦 这个呢 这套是我的睡衣 Pajama 哇 我最喜欢的睡衣 不过突然间我想起 哦 我的Bunny 我的兔子不见了 你记不记得啊 之前呢 我不是和 吃dinner之前呢 我 我不是和 我的兔子 在这棵树下面一起玩的 记不记得 所以呢 我很喜欢这只兔子的 那怎么办啊 兔子你向哪里啊 于是呢 我就匆匆忙忙地 跑回出去门口 那棵大树那里 想找回我的兔子 我最喜欢的兔子 那我妈妈和我哥哥 看到我 为什么睡觉的时候 跑了出去呢 他就说 哥哥就问我 你去哪里啊 妹妹 妹妹你去哪里 然后我哥哥呢 就冲了出来 跟我一起 走出去找了 我就问 啊 我的兔子在哪里啊 你看看 我哥哥呢 带了个电筒哦 跟我一起 找我的兔子 是不是 那终于呢 被哥哥的电筒照到 原来那个兔子呢 没有不见到 他在这棵树下 等着我 抱回他 入屋啊 好东西 终于找到了 那终于是呢 哇 我哥哥很开心 因为我找回我最喜欢的兔子 你看 我多开心 我跳舞 我和我最喜欢的兔子 一起跳舞 跳完舞之后呢 那我们两个呢 就回到床 睡觉了 啊 谁知道 一上床 咦 什么来的 拖着我啊 原来呢 是一辆红色的车仔 嗯 我知道了 是哥哥的车仔 这辆红色车仔 是哥哥最喜欢的玩具 来的 那我在想的时候呢 哥哥呢 就敲门进来了 他说 哇 多谢妹妹你帮我找回我的车仔 哦 哥哥呢 常常都很急事地来到的 那我就把车仔 给回哥哥 哥哥很开心 就和我一起 说high five 好耶 那这个呢 就是这本书 这个故事了 说完这个故事之后呢 我们就知道 一个不多说话的 有自闭症的 小女孩的 一天是怎样过的了 那妹妹很幸福啦 她有妈妈啦 有哥哥 啊 她两个呢 都是她的家人 很理解她 还有呢 非常之 嗯 好帮手帮到她 是吧 那 想说一下呢 有关这些儿童的自闭症的 那儿童的自闭症呢 就好像妹妹那样啦 她是 呃 不是几多说话啦 那我在网上面呢 那个healthline.com那儿 那儿 就查了一些 有关儿童自闭症的资料 那样呢 嗯 首先呢 就说一下自闭症啦 自闭症呢 就是 什么是自闭症呢 它其实呢 就是脑部发育障碍 導致的一种疾病 那是一种 神经发育障碍症 它是影响 嗯 干扰人的沟通能力啦 社交能力啦 还有 嗯 行为和发展的能力的 所以你看到 刚才这个故事里面呢 嗯 啊 妹妹呢 她是 她很想说话的 嗯 她也都试过呢 跟哥哥 吃dinner的时候 她是嘻嘻嘻嘻地 想说些话 但是她是控制不了 她说不了出来 是吗 嗯 嗯 嗯 还有就是 啊 根据这个 这个 调查呢 调查呢 就说 资料就说 啊 有多达百分之四十的自闭症的儿童呢 她是根本就是不说话的 那有些人会说啦 但是 百分比也挺大 百分之四十的儿童呢 她是不说的 就是 不会用语言跟你沟通 但是她可能会 嗯 指给你看 好像刚才故事那里 这个妹妹呢 是指着个小时呢 就说 告诉哥哥 听呢 嗯 是在睡觉的时候啦 好了 那还有呢 就这个报告说呢 就三分之一 啊 甚至是二分之一的自闭症儿童呢 她在一岁之前呢 就可以注意到她 有没有这个症状的了 那么 那么 百分之八十到九十的自闭症的儿童呢 啊 出现这些症 以下的症状呢 就是 症状 症状 我一会跟你说一下 就是 百分之八十 至九十的儿童自闭症呢 你是可以在她 啊 二十四个月大的时候 可以 啊 发现到出来的 那么 她包括 有什么症状呢 就是自闭症的早期症状 包括有些什么呢 就 啊 一岁 在她一岁的时候 或者一岁之前 啊 啊 通常小朋友呢 啊 这个年龄呢 你叫她一声 你叫妹妹 她就懂得去 啊 她就会 转头呢 看着你 啊 就是一种回 回复 一种反应给你的 那么 也都一岁之前 她虽然呢 有些 说话早些 有些说话迟些 他虽然不懂得说话 但是她都会 嘻嘻嘻嘻 嘻嘻嘻 学语的 还有呢 大人 父母和她一起玩的时候呢 一起玩 一起笑的时候呢 她是会跟着你一起笑的 嗯 还有 她会看着你 是不是 有目光的接触 嗯 嗯 那还想 啊 她大概14个月大的时候呢 她是 懂得 啊 指着 一般来说呢 14个月大呢 她都已经懂得 如果她想要这个 公仔啊 她想要这部车仔啊 或者她想喝 啊 吃这个苹果 吃个蛋糕 喝这个 这个 果汁 那她会指着 给你看呢 她想喝这些 那如果是 啊 你的小朋友 不懂得做这些呢 啊 14个月大 都未曾识得指给你看 她想要什么呢 那你就要留意下 她可能 这个可能 也是自闭症的 早期迹象了 还有就是 他们会 18个月大的时候呢 左右 之前 或者 她会玩 模仿大人 玩一些 啊 装扮的游戏 一些角色 就是说 和其他小朋友一起玩的时候 啊 啊 玩家家的时候 我是妈咪 你是爹地 这样玩 又或者是 嗯 她玩 一部车的时候 她当成自己是司机 是吧 那 还有就是 这个是18个月大的 还有就是 嗯 多点留意一下 上网 查一下那个 语言的 啊 儿童发展 语言方面的一个 一个里程碑 嗯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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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你就可以查一下 究竟她这个年龄呢 嗯 做不做到她这个年龄的东西呢 嗯 嗯 嗯 还有就是 嗯 如果她的日常的时间表 你有少少的改变呢 会令到她很不安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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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觉得不舒服 还有可能会 嗯 嗯 尤其是你影响她的 作息的时间 嗯 嗯 还有呢 就是 我们呢 会留意到呢 紫笔症的儿童呢 嗯 通常她会 就是动手啊 好像觉得她们不自觉地 动手啊 动身 摇摇摆摆身 那这些都是一些 一些症状 是经常见到的 但是呢 我们要知道她们 又或者是拍手啊 摇手啊 摆身体啊 这些症状呢 其实呢 是可以令到她们 嗯 觉得舒适一点的 还有 也都知道 之前说的是 呃 自闭症是 神经发育障碍症 一个症状 所以呢 她可能有时候是不自觉的 好 之前又说了 百分之四十的自闭症儿童呢 百分之四十 都挺高 她是根本就不说话的 她不跟你说话的 那 语言和沟通的能力呢 就非常之有限 所以呢 作为她的家人朋友呢 是 是要 是要有很大的耐性 耐心 嗯 还有这里也都有说到 自闭症 啊 小小小小 小小小 嗯 要帮你的自闭症的小小小 建立和沟通的技巧 学习 学习 语言 最佳的方法呢 就是呢 尽快去 当你发觉 以上我说的那些症状 那些症状之后 你就要尽快开始治疗 如何尽快呢 就是去 看她的疑科医生 那 疑科医生呢 就会推荐 专科医生 那 在这里说呢 根据 这个 统计呢 和这个资料 就是说呢 越早发现就越好 的 因为呢 早期的干预呢 和帮助 下 这个自闭症的儿童 是会 对她是更加大的帮助的 所以这个是一个关键 越早越好 嗯 那因为 譬如说 有些小孩 她不说话 那我们就觉得很奇怪 为什么不说话呢 那 记得就要带她看一下 一些医生 因为她们是专业人士 那 有时候可能她只不过是 语言上有少少的言词 并不是 未必是自闭症的 那 有些 我有个朋友 她的女儿呢 真的整三岁都 不是很说话 就是指给你看ER 她非常之担心 也都提了很多专科 那后来她三岁呢 就真的就开始说话 而且是非常之聪明 所以很难说 一定要趁早去看医生 带小朋友去看医生 不得到 尋求一些 专业的人士的帮助 好 今天呢 讲自闭症呢 就自闭症儿童呢 就讲到这里了 这本书呢 就真的非常之好 可以表达 告诉你一个 自闭症的小孩 她的日常是怎么过的 好 下次再和大家 再讲一些 有其他的故事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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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拜拜